天全天的大盘 总体来看今天指数走出的是一个高开高走的强势震荡行情 那么很多人就关心了春雨那种形态之后怎么看呢 我们还是来理性的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讲第一点成交量 今天年式的成交量总共有9700亿 相比于上周五的变化不大 但是考虑到今天指数相对的涨幅比较大 所以这个成交量略微少了一点 在这个位置我们要注意一点 第二我们看一下分时图结构 分时图今天走的比较强 特别是我们看到早盘出现了高开 回忆一下大家也知道A股很长时间没有高开了 而且高开之后我们看到有惯性上冲 虽然有回落 但是尾盘有出现拉伸 尾盘拉伸我们以前跟大家讲到了 一般有一些投机取巧 因为正常尾盘拉伸需要的资金量比较少 同样的到了明天它会面临一些压力 尤其是低开的压力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分时图吧 这个分时图早盘是一个高开 高开之后上冲 上冲之后走了算是三波吧 总共三波三波的回踩 临近下午一点半的时候 到了一个低点 最后拉了上来 拉了上来 现在下方的支撑就是这个位置 3467点 所以后面它可能还会回踩这个支撑 而且今天收盘位置占上了3488点 距离我们讲的3500点压力非常近了 这个位置就算向上 短期的空间也不大 真正只有底部的特征足够明显了之后 它才有主升浪的行情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市场情绪 今天的市场情绪不错 上涨的加速大概有3000加多一点 下跌的1000加多一点 但实际今天算是一个相对普涨的行情 热点方面的我们看到今天涨幅超过3%的 大概有500加 这个数量稍微少了一点 因为今天指数涨的比较多 按理说这样的涨幅热点应该更多一点 达到600多加 那实际的说明今天主力做多的意愿 主要集中在尾盘 而且热点效应不是很强 到了明天如果说没有热点沉接的话 要防止今天上涨的 尤其是拉尾盘的这些 明天早上补跌 也就是说导致指数低开 第二我们来看一下指数日线级别的形态 日线级别今天实际算是一根中阳线 因为它是一根跳空高开 看上去是一个小阳线 实际是一个中阳线 压力已经非常明显了 接近前期的高点 前期的高点几次都没有冲过去 几次都没有冲过去 这一次呢我认为冲过去的概率也不大 可能啊真正的要底部出现大的利好 底部除了技术指标之外 还需要消息面利好的刺激 所以呢如果说在没有消息面利好刺激的情况下 短期我认为还是震荡式的风格 短了这个位置如果说再回落的话 它也是机会因为本来就是震荡的机会 那么我们看一下前期的话上冲啊 如果说你把握高抛啊 在低点的相对低点啊 3400点附近啊 它是机会 然后再上冲啊 再回踩再上冲 这个位置它可能还会反复啊 还会反复 这是我的观点啊 接着我们来看KDG啊 KDG现在是一个金差啊 因为今天是上升 但是我们已经跟大家讲到了高位的金差和低位的金差 意义是不同的 一般情况下 如果在低位形成金差的话 它是一个相对底部的特征 同样的 如果说在高位金差的话 最起码要打个三折和四折 这里要注意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30分钟级别的形态 30分钟呢 目前的话 它走出的还是上升趋势啊 上升趋势 它形成了一条趋势通道 昨天晚上我们就给大家画过了 那今天呢 继续沿着这个趋势通道在走 现在大家要记住一点 如果说啊 跌破这个趋势通道 这个趋势通道 大家自己也可以去画一下 如果说明天或者说后天 跌破这个趋势通道的话 它可能又会走下降通道 然后呢 整体呈现一个相体的多个三角形布局 这个大家如果说不懂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技术课程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情况 板块方面 今天涨幅居前的 第一名呢 就是农业 特别是养殖业 因为昨天晚上有利好 包括收储的利好啊 猪肉收储 另外呢 我们看到旅游今天涨的也不错 旅游前期回调 那么今天短期出现了反弹 包括煤炭等等 另外军工的话 航空和船舶表现不错 还有一个呢 就是酿酒 那实际大家看 今天涨幅居前的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防御 而且呢 是这一波指数反弹过程当中 表现相对较弱的 也就是说 它是智涨股补涨 前面没有涨的啊 今天都出现了补涨 包括我们看到大金融下午也是 尾盘的拉伸 主要就是大金融贡献的 尤其是保险啊 银行啊 券商啊 在尾盘拉伸 把指数拉动了起来 当然了 指数拉动起来了 同样的压力也接近了 风险也在累加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包括食品饮料啊 它是跟着酿酒走的 基本上偏防御为主啊 包括建筑 前段时间 包括昨天建筑 相对来说表现比较弱 今天也出现了补涨 非常明显的这种轮动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跌幅剧前的 跌幅剧前的主要集中在啊 有色 包括仓储物流化线 哎 前两天涨的周期股啊 今天出现了灰彩 是不是啊 很典型的轮动 那今天刚才上涨的那些板块 你今天能追吗 一般情况下是不能追的 因为他可能智涨股的话 他的这种周期更短 正常我们讲到反弹 反弹呢 有的时候可能还有两天行情啊 就是说一些超跌股反弹啊 第一天反弹 第二天还会冲高 但如果说智涨股不涨的话 可能有的时候短暂的 非常短暂啊 所以呢 像这些啊 无论是下跌的 还是今天上涨的 你所布局的话 都会担一些风险 担一些明天的风险 因为这些刚刚下跌 刚刚下跌正常周期是多长啊 两三天对不对 那么今天上涨的这些呢 是刚刚上涨 但是呢 由于它是智涨股不涨 可能只有一天 所以呢 今天好多板块 你非常难选 可能大家觉得今天行情好啊 但是呢 好只是表面的 我们A股是7加1 今天好不一定是真的好 天天好才是真的好 对不对 讲了这么多呢 其实我就想表达两点 第一呢 现在市场 它是一个快速轮动的结构 如果说你能把握好的话 当然可以 但是在这过程当中 一定不要追涨杀跌 因为热点的持续性 不会很强 那么一些板块的下跌 同样不会时间很长 第二点就是整个指数 指数呢 它现在是一个相体运动 如果说它到达压力区间的时候 那么你就要注意一点 不是说它不会突破 但是它的突破概率并不大 同样的 如果说出现超跌的话 你也可以把握波段的机会 整个市场呢 我们要顺势而为 什么样的市场 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 如果说是主升浪行情的话 当然是做热点 总体来说 还是要做好选择 好 我们今天大谈议到这里 祝点赞者 天天长 转发 讯 转发